白眉英王 眼下明教各个受伤 就剩下你一人 你若投降的话 我倒是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六大门派为公光明顶 武当七侠陌生谷对上了白眉英王 看在两家殷亲的关系上 陌生谷奉劝阴天正赶紧下山 不要再汤明教这团浑水 阴天正身为明教的白眉英王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与陌生谷交起手来 此前阴野王身中玄冥神掌 阴天正为了救治阴野王 耗费了大量的争气 再加上连番苦战 以至于堂堂的白眉英王 竟然还拿不下一个陌生谷 并且阴素素害的余代言终身残废 阴天正对武当心中有愧 因此让了陌生谷一招 被陌生谷一剑穿胸而过 他的阴爪宫阙并未伤及陌生 老夫纵横半生 从未在招处上 说过一招败事 好 不可为张三丰的传人 宋远桥 愿给阴老前辈疗伤 不过老大侠费心了 那接下来 宋远桥向阴天正发起挑战 人群中的张无忌再也坐不住 认为武当派以车轮战 对付一个受伤的老人家 实在是不公平 张无忌刚一出场 便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宋远桥拍了拍张无忌的肩膀 认为张无忌言之有理 他宋远桥也不想趁人之威 只是碍于其他门派的压力 才不得不为难应天正 如今有了张无忌的仗义直言 刚好给了武当一个台阶 顺理成章地放弃这场比斗 灭绝师太监宋远桥霸斗 将目光看向了空文大师 吹捧少林四世武林的泰山北斗 如今到了这个地步 就等着空文大师发号施令 华山派和红铜派各位 请将场上的魔教余孽 一概诛灭了 小林丁的各局法器 送念往生经文 以六派巡难的英雄 魔教教众超度 跨出冤烈 杨潇等名教高手文言 星之大事已去再接难逃 纷纷手掐法印 口念名教教义慷慨赴死 张无忌轻松躲过何太冲一击 让何太冲不禁有些吃惊 询问起张无忌的名字 张无忌继续隐瞒身份 自称叫做曾阿牛 何太冲见张无忌要强出头 和师弟西华子拔出长剑 要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张无忌心之要救外公和名教 势必要和六大门派做过一场 不如就先拿昆仑派来立威 证明自己有谈判的资格 何太冲和西华子不敢小觑张无忌 一上来就用出了昆仑派的两一剑法 两一剑法是从四项八卦中变化而出 有八八六十四般变化 剑法精妙令人难以招架 张无忌虽然身怀两大绝世神功 奈何实战经验不足 只能以强大的内力硬扛 一时之间落入了下风 何太冲和西华子趁胜追击 将张无忌围在中间 全力施展起两一剑法 两柄长剑脱手而出 在内力的操控下夹击张无忌 颇有几分一剑术的风范 张无忌凭借灵活身法勉强躲过 却也看得名教众人心惊胆战 生怕他下一刻就命丧当场 而张无忌经过一番对战 已然积累了些许实战经验 他施展起了乾坤大挪移神功 来了一招借力打力 强横无比的魅力击射而出 击败了何太冲和西华子两人 一旁吃瓜的五大派高手 也被余波震了一个亮枪 各大掌门更是面面相觑 感叹张无忌是何来历 竟有如此深不可测的功力 张无忌击败何太冲两人后 上前替阴天正运功疗伤 在九阳斗江基的加持下 阴天正很快稳住了伤势 他对着张无忌表示感谢后 出言询问起了空文大师 要空文大师履行承诺 必须在击败他阴天正后 才能继续对付明教 各门各派稍等片刻 我等必须言而有心 真是麻烦 我空通无脑 就是来解决白门英文